近期,日本对于两件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事宜显得相当关注和不安。第一件事,便是位于钓鱼岛临近水域的一处浮标事件。日本坚称,这是中国为征得日本的同意,私自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设置的设施,进而触犯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应条款。 为此,松野薄一,日本的官方长官,于9月19日的记者发布会上详细地阐述了日本的立场。他表示,自7月份,日本海上保安厅在东中国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EEC发现该浮标起,日本政府一直持续地向中国提出抗议,并强调了其迅速撤除的必要性。 他在会上强调说,这一行为是完全违反了国际法的精神。它是在未经我国允许的情况下,在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内私自设立的。 具体的,据日本方面描述,这个浮标坐落在钓鱼岛西北方向大约80公里的地方,并且明显地在日本和中国所确定的中间线日方区域内。 这个浮标是黄色的,上面装有灯具,并刻有中国海洋观测浮标TUF-212的标识,由此可以推断该浮标正是中国所设置。 为了确保经过此区域的船舶安全,日本海上保安厅于7月15日便发布了航行警告,提醒所有船舶注意并避免可能的风险。 此外,日本方面还特别指出,这并不是中国首次在我国的EEC内设立浮标,此前还有过类似行为。 这一事件无疑增添了中日之间在海上权益方面的紧张关系,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寻找解决指导。 第二件事,近日,西太平洋的海域形势变得异常热闹,原因是解放军的大量军舰进驻了该区域。 日本对此高度警觉,频繁的更新和发布关于解放军军舰在西太平洋的活动报告,凸显出它对这次军事活动的关注程度。 不仅如此,另一个令日本政府感到不安的是有关一个浮标的消息。 根据日本知名的独卖新闻报道,它援引了一名匿名的日本政府官员的话,称这个浮标是通过特殊的锚定手段固定在海底的。 更让人觉得,惊讶的是,该浮标被认为可以与卫星进行连接,传输这片海域的水文数据,这对于船舶的导航和操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独卖新闻进一步提到,自今年7月初起,通过卫星图像就可以在该海域观察到一个显眼的漂浮物体。 而根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S的数据,这个漂浮物体的出现并非偶然。 稍早之前,中国的向阳红22号大型浮标作业船曾在此海域展开作业。 这艘船是中国的首艘大型浮标作业船,有能力运输和安装直径高达10米的巨大浮标。 因此,一些日本海洋行业的专家推测,向阳红22号的动态和卫星图像中的那个漂浮物体有关。 他们相信,这个漂浮物体很可能就是中国新进设置的大型浮标,也是日本最近所关注和发现的对象。 这再次显示出中日在海洋活动和利益方面的紧张与交汇。 近期,钓鱼岛及其周边水域再次成为中日两国关注的焦点。 当日本方面发现该地区出现的中国浮标时,其反应之激烈完全超出了往常的外交程度。 据日本媒体报道,去年中国的海警船在钓鱼岛的皮帘区航行天数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336天。 这一数据显然为日本方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导致他们猜测,中国可能在对钓鱼岛及其周边水域的管理与控制上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 这一次的浮标事件并非是近期内钓鱼岛首次引发中日两国舰的争议。 不久前,中国发布了其最新版本的地图,其中明确将钓鱼岛标注为不容争议的中国领土。 这一做法明显引起了日本的不满,他们迅速做出了回应。 特别是松野薄一公开发声,表示日本已经通过外交途径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中国撤回这份地图。 然而,钓鱼岛问题一直是中日两国关系中的敏感话题。 这一次的事件也再次反映出,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 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和平对话,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确保区域的稳定与和平。 中方对于钓鱼岛及其周边岛屿的主权表述一直坚定不移,视其为不可割裂的国土一部分。 外交部发言人再次重申,钓鱼岛和其附属岛屿无疑是中华民族的固有领土因此, 在各种地图材料中明确标识该岛屿为中国领土,只是中方维护自己领土主权的常规行为,根本无需为此受到他国的非议或抗议。 近期,中方在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的活动明显增多,这不仅仅是通过地图来明确领土主权的方式, 更是具体的在实际行动中通过设置浮标等措施,对本国领土进行更为精确和具体的管理和标识。 这些行为,无论是从国际法还是从中方的主权立场来看,都是合理并且正当的。 而对于日方近期对中方的连续抗议,不管是因为新地图上的标注还是钓鱼岛附近的实际行动,中方的立场都是明确和一致的,极不会对此做出让步。 实际上,日方现在关注的焦点远不止于钓鱼岛的情况。 例如,解放军舰队最近进入西太平洋的行动也引起了日方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日方对中方的各种动态都保持了高度警惕和关注。 但无论外界如何看待,中方都将坚定维护自己的主权和国家利益。 近期,日本防卫省发布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海军舰艇动态的信息,引发了外界广泛关注。 消息称,由中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山东舰为首的舰船编队正式进入西太平洋水域。 对此,日本迅速调动了一艘舰船进行监视并收集相关情报,以确保对整个情况有详实的了解。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山东舰领衔的舰船编队之外,中国海军的八艘驱逐舰和护卫舰也在不久前经过宫古海峡驶入了西太平洋。 接着,解放军的第45批护航编队中的三艘舰艇亦选择了相同的航线跟随进入西太平洋。 从日本防卫省连续发布的消息中,不难看出日本对此次中方大规模的舰队活动表现出了高度的关切。 其实,不仅仅是日本,对于任何关心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国家和观察者来说,这样规模的解放军舰队活动都是相对少见的,自然会引起一定的关注与讨论。 近年来,我们不难看到解放军的舰队不仅在执行护航任务,更是频繁地进行远洋演练。 这不仅展示了其现代化、高效的实战能力,更重要的是,它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有足够的实力与决心捍卫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行动愈发坚决和有力。 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了中国在某些重大议题上,尤其是涉及日本的问题上,策略和态度的微妙变化。 事实上,日本在众多问题上的行动,包括其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军事部署决策,乃至决定将河污水排放入海,都对中日双方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压力。 这种行为不仅忽视了中方的关切和反对,更是给两国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面对这样的态势,中国当然有必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明确自己的立场和决心,确保国家的长远利益得到维护。